大家好,今天我们来做糖心蛋 糖心蛋做好了以后,我们可以做很多好吃的 屏幕上这些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材料 如果你买不到味淋,就可以多加100毫升的黄酒 另外多加半汤勺的糖就可以了 我们先来做泡鸡蛋的酱汁 把屏幕上所有的调料都倒在一起 当然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做酱汁 不一定要按照我这个 大火烧开以后,小火煮5-6分钟 倒出来放凉备用 鸡蛋凉水下锅,水刚刚好覆盖住鸡蛋就行 不要太大的锅,也不要太多水 煮的时候加一点点盐 锅底的水冒泡泡的时候搅动一下 这样可以使得蛋黄停留在中间 大火烧开以后转小火,保持在刚刚冒泡泡就行 千万不要火大了 最关键的,转小火之后煮4分20秒 记住4分20秒 千万不要煮多了 然后马上可以捞起来,放在凉水里头 如果是冰水,当然就更好 鸡蛋凉透以后去皮,浸泡在凉透的酱汁里头放冰箱过夜 记住这个酱汁一定要凉透,不然会影响它的溏心 切开来看看,我们这个蛋黄在中间的溏心蛋就做好了 非常完美 不过每家的炉子火力不一样 锅大小,水放的多少,还有鸡蛋的多少都不一样 你要根据自己情况多练习几次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,欢迎点击右下角的院子 订阅我的频道,谢谢您的收看,我们下期再见